我這一次發表的這個主題呢 就是其實是我目前還在進行中的一個計畫 本來不太想這麼早發表了 但是因為剛好有這一個會議 我就不得不提前把一些比較 還沒有整理的很完整的觀點 先跟大家分享 因為很難得有這樣的一個 比較各宗教禮禁跟修行的一個座談會 那伊斯蘭教在這個修行的這個部分 是一般我們國內的這個學術界 跟大眾比較少能夠接觸到的 所以說這一部分其實有一些基本的功課 我可能因為時間有限 我沒有辦法講的 會把那個大脈絡講清楚 但不過我們這一次的這個主題很有趣 理禁跟修行剛好對應著 伊斯蘭的兩個實修的系統 一個叫俠利亞 俠利亞就是一般中國穆斯人 把他翻譯成禮法 古代這個法譯 其實這個還蠻正的 它不只是一個禮法 它有包括禮儀 宗教禮儀的層面 所以禮法的話應該是比禮法 更能夠傳達原來這個伊斯蘭的這個傳統 然後那個另外一個修行的 是可以對應到那個塔利克 就是一般我們所說的 我這邊所要談的靈修 然後或是說另外一個當然就是蘇輝 蘇輝基本上是蓋瓜 整個伊斯蘭靈修傳統系統化的一個結果 那為什麼會有顯密之變呢 這個我也不是刻意要去套用佛教的 確實在伊斯蘭 當然在伊斯蘭脈絡這個顯跟密的說法是完全不一樣的 不過也可以做一些比較跟聯想 那這個我開始就先解題 我的那個第一個 主要的這個顯密之變 是從那個古蘭經的三章七節這一段經文出現 這段經文很明顯 因為伊斯蘭教他非常強調以經解經 因為古蘭經是真主對先知的穆罕默德的啟示 所以不是誰可以隨便去詮釋他的 那如果你要詮釋他 後人要詮釋他一定要 你如果對某一段古蘭經的經文不懂的話 你要用其他古蘭經的章節的經文去比對 然後先從古蘭經的 的這個內容去解古蘭經 然後如果不行 接著就是有第二部的 還是解不出來 就有第二部的經典就是聖訓 聖訓就是穆罕默德在生的時候 對於追隨者的一個訓釋集結成書的 因為顯然他是詮釋古蘭經的最高權威 他怎麼解釋古蘭經很重要 所以聖訓是有補充古蘭經的一些比較 沒有辦法解釋的這個經文的用意 那這裡面三章七節就是說明古蘭經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你一般人如果懂阿拉伯文 就可以看得懂的 所謂的明確的經文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所謂的意義不太明確的 隱為的經文 那這一個隱為的經文要怎麼處理呢 這個如果是顯教的人 我們現在說就是所謂比較遵循的 按照字面的意思解釋的這個 這派的人他會認為 好嗎看不懂你就把它放在一邊 你就就你看得懂的部分你照著做遵循 然後發展出整個俠利亞的系統 那這個是一個俠利亞這個系統 就是剛剛說的理法這個系統的經文的這個根據 不懂的你不要隨便解釋 不要以為你有什麼那個什麼神通啊 或什麼樣的一個奇才藝能就可以隨便解釋 你這個因為這樣的話可能最後是你的解釋出來的東西 可能是撒旦偷偷的這個讓你的心智霍亂 然後說出來的東西我們也不要隨便去跟從一些人 宣稱他有什麼樣的一個經驗然後他可以解釋這些經文 這是一派的說法就是說我們只要遵循明確的經文 隱為了經文有一天自然的 真主會把那個奧秘告訴大家 不需要去追求 但是另外一批人認為這一句話 因為這個當然必須要看原來的阿拉伯文原文怎麼斷句 有人認為隱為了經文不是一般人可以解釋的 但是少數有知識的人 就是有所謂的天啟知識的人 他可以解釋 對 所以後來追求靈修的人 實際上是認為他有特殊宗教經驗的人 當然就是這些人 他可以去同時也可以解釋隱為的經文 可是解釋的方式跟明確的經文的方式是不同的 那這個當然 伊斯蘭解經學這個很複雜 我就先點到這邊 然後接下來主張這個所謂密教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顯密就是 顯教是對應以禮法 遵循禮法的 然後就是做一般大家所熟悉的武功 念禮齋客草武功的這些人 然後靈修的就是追尋這個 Bateen 就是密教的 就是認為古蘭經的那些隱文經文有傳達一些 特殊的這個宗教經驗的內涵 那必須要有深刻體會的人才有辦法理解的 然後所以說這幾段經文就是 就是那個蘇菲的靈修者最喜歡引用的 因為他認為這幾段經文隱含了對人類的這種 那個小宇宙內在世界的一個不同層次的說法 就是二十四章三十五節的光之頌 包括這個所謂的燈臺燈照跟燈光還有光上之光 這個代表著人心靈的幾個不同層次 然後最後這些光最後是 是以無這個先知的光光上之光極大成 然後只有通過它最後才能夠跟真主的無量光 當然我也有一點語用這個確實是無量的 真主的光是無量的只是一般人的肉眼看不到 所以就可以透過人的心靈之光 最後跟大宇宙的光還有最後是跟真主的光串連起來 然後達到了跟真主合而為一 所以基本上它最後的境界 可能跟剛剛黃老師昨講的印度教 有點像就是說是換我合一 就是說是要跟真主合而為一 那這樣的一個觀點當然跟正統的神學 跟尊從顯教的人強調神的超越性 人怎麼可能跟神合一是有爭辯的 所以蘇菲的這套修文一開始提出來的時候 跟那一個律法學家有很大的爭論 這個爭論是伊斯蘭中世紀的這個思想史 揮航嚴重的一個大的問題 有顯密的之間的一個論證 然後最後才有是十一世紀有一個很重要的 既有修行又有解釋 心跟律法的那個還有神學的這種訓練的一個學者 把他統合起來認為兩者不可偏諱 應該要內外堅修 那個顯密之爭才算告一個段落 然後另外第三段就是十七章一節 跟那個五十三章一到一十八節的這個就是最有名的一個 大部分的修行者他是把穆罕默德當作一個修行典喚 當然穆罕默德本身很有趣是 他是渾染天成的 神指派他擔任先知 他就有所有的那些神通跟能力 他大概不需要修 神就是指派給他這個任務 但是其他人當然要透過修 然後想辦法用穆罕默德的宗教經驗來印證 那這兩段就是最有名的一個穆罕默德升天的 他一生中最大的一個奇蹟 就是說他升天了 然後前一段經文是 前一段經文講的不是那麼清楚 他只說他從邁迦 就是揮到了耶路撒冷 就是邁迦他們古代 就是邁迦的那個世是叫禁世 然後遠世 就是遠方的另外一個神聖的世 就是耶路撒冷 因為基本上就是說 我們都知道 如果對宗教史有基本了解 就知道說 儒太教 基督教跟伊斯坦教 他彼此是有一個傳承的關係的 這個想不多談 但是他怎麼升天這一段沒有講 他只說他揮到了耶路撒冷 怎麼揮過去的 這個也有爭議 然後這一段的那個 他升天的部門是聖訓補充的 他就在耶路撒冷就是 通過了這個七重天 然後最後碰到了真主 然後領受了一天做五次禮拜的 這一個非常重要的伊斯坦教的規定 那聖訓的故事講得很清楚 這個七重天 所以剛剛上一場那個 謝老師有提到說 那個道教強要大宇宙跟小宇宙的這個合一 那伊斯坦教也有這樣的概念 七重天是大宇宙有七個 就是在人間之上還有七個境界 但有的是十個還做更細分 碰到真主以後還有三重 十重的也有 然後那個這個是大宇宙的這個構造 然後人的那個小宇宙也有七個層次 就是說心靈也有七個層次 彼此是相對應的 對 那這一個然後接下來 他從天而降的就是這一節 就是他在天上看到的樣子 就是說這個當然就是 這一段經文是不容易解釋 我看過相當多不同的解釋 那我想我們在這邊 我不太因為時間有限 不多談 對 但是一般的蘇輝修正者 把這幾段經文所描述的當作是一個 一個修正的一個客觀準則 那剛剛說的那個心靈的七個層次 因為後來那個蘇輝的道團也像禪宗這樣 發展出了一個比較嚴格的師徒傳承的系統 所以他有好多宗派 好多宗派其實不一定 有些宗派把這一個七個層次 非常系統化的表達 所以他真的認為那個光是真的光 我們平常環人的肉眼 沒有辦法看到我們心靈的光 可是如果你修到一個層次 最低的第一個層次就會有什麼顏色的光出現 第二個層次就換了一個顏色 然後第七層次是綠色的 我記得那個是 他們綠色是 伊斯蘭教師非常尊貴的一個顏色 然後到了這個第八 第九 第十 那那個光就不得了了 就是他認為這個是客觀的 內在的這個修指 這也是我看到各個重要的修指裡面 對於那個境界 內心的境界 講得非常最具體的一個系統 但是一般我們比較沒有 在中文的那個環語 比較沒有在這方面做介紹 很可惜 不能跟大家做比較具體的分享 那個 所以大概 所以時間好像不是很夠 就是我這邊就把我剛剛講的那個 就是最多的是三個層次 那這三個層次是對應的身心靈 那很有趣我剛剛就是跟幾位老師提這個問題 就是說 西方的傳統顯然是身心而言論的 然後東方是身心預言論嘛 伊斯蘭要在中間 所以他兩個好像都有 就是說當你還在一個 就是說在一個常態的狀況底下 當然我會感覺到身體跟心靈的功能 身心靈這三個層次的功能是不一樣的 可是他希望這三者的功能是和諧的 所以若起確實也不應該完全的被揚起 他是一個 一個媒介 肉體是一個 身體是一個媒介 最後這個媒介 走得順利可以進入到心靈 心跟靈的這個 更內在的這個層次 好像是一個由外而內的這個過程 所以這裡面就是說內外之症 當然就是講究律法跟講究塔利克的人 之間的一個很長期的一個辯論 然後他最重要的這個修行 我們也說有點像我們佛教的淨土中 就是不斷的去念真主的聖號 真主有99個聖號 99個形容詞 他們真的也有念珠 就是念一個聖號就是彈一課 所以他可能是99顆11顆33顆都有大小不等 就是那個可以跟99那個去整那個分數這樣子 然後也有閉關親修 那當然這個部分各派的在閉關的那40天 他40天的做法不太一樣 對那這個細節如果有時間在談 那當然有一個中心的要點就是閉關 是要去觀想死亡 就是說為什麼要觀想死亡 這很有趣的 就是說因為聖訓裡面有提到 對就是死亡當然是一個救贖的一個必經的過程 對 所以我在想說這個金庸的這個古墓派 是不是從蘇菲的這個得到靈感 那那個 那這個 那個其他的部分我想我就是簡單的帶過去 但是很可惜 就是說因為現代的伊斯蘭傳統裡面 比較強調說 蘇菲的這個修行因為太過出世了 太過虛無緹緹 他們認為應該要入世 所以有一種反蘇菲的情節 這也是我們今天為什麼 比較難在這些清真寺這些穆斯林 去找到一些蘇菲比較深入的資料 因為現在有一個反蘇菲的這個趨勢 那到底這是陸式 陸式化還是世俗化 這也是拋出這樣的一個問題 好吧 那那個時間有限我就先講到這裡